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and there are inherent risks in investment so when we step in it would provide a lot of comfort to the private sectors when they work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s in this region and we can also help with creating bankable projects for private sectors to participate in 经理群说亚投行的投资对象 因涵盖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 以及低收入国家 亚投行不是完全商业化的机构 不能仅根据投资回报率 这一单一标准来进行投资 他表示希望亚投行的第一批项目 能够在明年第二季度正式运行 But indeed there are such a backlog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Asia and particularl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s I indicated, probably I should have added to your question because of debt sustainability issues It may not be feasible for a number of low-income countries to borrow from the market from the World Bank ADB getting the hard-earned to financ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So it's a debt sustainability issue That's why when we step in we can work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without adding the public debt to the sovereign government 谈到具体运转 金利群表示 让亚投行高效运转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于不要让银行内部机构 重复相同的工作和责任 而当被问及如何处理投资项目 在这些国家推行时 可能面临的行政和监管约束 金利群表示 经济的发展将自然促使当地政府 着手解决监管限制 新加坡峰会 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和金融管理局牵头 从2012年起开始举办 旨在聚集商界领袖和有识知识 共同讨论亚洲的发展与世界大势之间的关系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 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过去五年 中国对美投资额增长九倍 中国企业的美国雇员人数增长五倍 截止2014年底 中企在美投资额达460亿美元 雇佣全职美国员工8万多名 投资范围遍及美国90%的州 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 中国杭州克尔集团建造了仿杀厂 车间里美国工人在来自萧山的技术人员指导下 正操作着从中国运来的仿杀机 部分从德克萨斯路易安纳州 未来的延远中国流水性的浪水 直线变成四名的沙电 正在美国美国西太洲 中国内地的南美 在科尔工厂的东南方向 另一家来自中国浙江的企业 江南化鲜有限公司的工厂也已经拔地而起 主厂房的高度相当于八层公寓楼 是方圆数十公里内最高的建筑 这些原生产于中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为什么会到美国来建厂 这里的地会比中国的地便宜很多 那么这里的店比中国的店大概便宜50%以上 棉花大概也是这样一个百分比 就是说是价格要低这样一个百分比 那唯一就是说是高昂一点的 就是实际上是人力资源 但是我们有非常先进的 现在是最先进的这个设备 所以其实对人力资源并不是要求那么多 所以这一方面就是可以互相弥补 中美之间迅速缩小的制造业成本差距 也吸引了很多中国企业赴美建厂 这不仅能让中企更接近北美客户 规避贸易保护主义 在给美国经济和就业带来益处的同时 中国企业也能从美国的企业运作和延伸环境中 获得新的启发 这就是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双赢逻辑 月桂前高铁经济带合作实验区建设工作现场会 即首届月桂前高铁经济带合作联席会议 22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召开 来自月桂前三省贵广南广高铁沿线 13个城市的相关负责人季季玉堂 标志着月桂前高铁经济带合作实验区正式启动建设 记者了解到根据相关规划 月桂前高铁经济带合作实验区将以佛山国家高新区南海源为主体区 面积约92平方公里 核心区及佛山西站枢纽新城面积约8.58平方公里 将融合珠江水系元素塑造珠江金谷城市景观 扩展区包括佛山高家高新区禅城 顺德高明三水等四个分源 并积极推动实验区云浮分源建设 据了解该实验区战略定位为一个平台两个空间 一个平台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 两个空间及珠三角辐射大西南的前沿阵地和 大西南融入珠三角的桥头堡 本次会议还建立起高铁经济带合作的常态联系机制 当天现场签约了包括月桂前高铁经济带研究院 月桂前高铁经济带合作实验区广东会长中心在内的17个项目 总投资额593亿元 现在让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视野 接下来依然是我们的全球财经资序 中秋国庆两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因为今年这两个假期仅隔了三个工作日 业内人士预计 这将诞生近年来启动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 出游人气最旺的超级黄金周 那么今年又会有哪些新亮点新特色呢 今年中秋放假9月26日27日 只要请上28日29日30日三天 就能和十一七天连成12天的假期 如果后面再请三天 还能和10月11日周日连成总继16天的超长假期 受此影响 今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国 10天甚至15天以上的超长线容器火爆 收客同比增幅10%到30% 往年游客集中在9月30日10月1日出行 今年的出行高峰也提早到了9月20日 总的来说呢 还有一个得益于是得益于这个汇率 目前仍然是属于一个低位 然后同时呢 我们今年的整个的油价也是比较低迷的 因此这个机票各方面的费用也是非常的便宜 因此对于广大的消费者在国庆和中秋这样的一个长假期间 能够选择去欧洲 尤其是去美国油 这个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因此今年的这个欧北的旅游市场是非常的销售产品 是非常的火爆 同时呢 因为也得益于这个美国签证政策的放开 那么10年的这个签证政策之后呢 那么让我们之前就是觉得非常遥远的这个美国油啊 这个变得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5月26日 进入9月下旬 秋高气爽 国内油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传统的几大热门线路 海南三亚 广西桂林 云南昆大利 四川九寨沟等依然保持旺销势头 不过游客在出行方式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今年传统跟团油销售频频 接家酒的自由行则大受追捧 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30% 中短线旅游市场由于高速公路在黄金周期间免费通行 自驾游备受追捧 旅行社单景区门票的消息量也有大幅提升 为信邮客旅游产品的个性主题和特色服务 成为今年各大旅行社力推的新卖点 每年一到国庆黄金周 受机票酒店价格上涨的影响 所有旅游产品的价格都会开始猛涨 和平时相比涨幅至少在30% 中短线的涨幅甚至能达到50%到100% 旅游社人士提醒 如果确定出席的游客一定要尽早计划 因为资源紧张往往越晚定价格越高 而如果想要逃实惠的话 可以错峰出行 7月3日4日出发的中长线旅游 一般叫9月30日 10月1日的要便宜至少20% 时间允许的游客甚至可以选择 节后10月8日9日出行 很多旅游产品的价格几乎腰斩 尽管是在黄金周期间 其实旅行者省钱的窍门还是有的 比如像我们往日本韩国 价格就稍微高了一点 往东南亚尤其泰国这地方 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比如五六百块钱的机票都有 还有一个就是逆风出行比较省钱 杜华明今年36岁 湖南人 自从2001年来到北京后 他就一直在这个大都市 寻找着自己的梦想 2015年9月18日 星期五 杜华明一早赶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处理完几项工作任务后 他匆匆赶往北京货车站 他将要乘坐T56874列车 赶往秦皇岛 从2012年底 他开始从事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 科研成果产业化工作 项目选址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并设立了产业化公司 他便经常奔波在北京和秦皇岛之间 像很多平凡在津津基地区迁徙的人们一样 上演着自己的寻梦双成绩 基本上现在是以秦皇岛为主 一个月里面有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秦皇岛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 还有四年余下的时间可能就在出差 可能因为今年 尤其是从今年开始 今年年初开始 这个公司的业务开始要大面积的发展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出去出差 然后出争取项目 然后是开发代理商 杜华明所在的秦皇岛中科百节电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于将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多年来 基于物联网与节能控制技术方面的科研成果 转化为公共建筑节能监管平台 现如今杜华明已经习惯了在两个城市间穿行 在他看来 火车上有时候也蕴含着潜在的商业机会 只要有人感兴趣 他就会和火车上的旅客 推广自己公司的绿色节能理念 首先第一个是吃饭不习惯 特别是 我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候 我当时忙完了以后 加班以后 我想吃吃这个就是吃饭 然后我这边基本上是很 就是想吃饭的地方根本没有 要做出横扰横扰 6公里的地方 才能有吃饭的地方 在现在慢慢就是经过这两三年以后吧 现在这边周围开始吃饭的地方也有了 然后以前吃早餐你都必须自己做 或者说你放在冰箱里 然后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 现在就周围卖早餐的卖早点的 还有食堂都提供早餐了呀 看着慢慢慢慢 这都热来热好了 从秦皇岛火车站下车后 要经过20多分钟的车程 杜华明就回到了位于秦皇岛开发区 树谷大厦11层的公司办公室 一回到办公室 似乎就有忙不完的工作 在等待着他 杜华明回忆 2012年底为公司选址时 超前的规划 优厚的政策 良好的沟通机制 让公司上下一致决定选择秦皇岛 尽管如此 刚到秦皇岛开发区时 他们还是有些不适应 我要给人打电话 所以那时候电话费其实很高的 一个月的话 二三百块钱的电话费 就是经经经一起话以后 就得到了这个 就是我后来我也 我后来我也发现我的电话热来热多了 就是秦皇岛了好多 电话都都都在打我的电话 所以现在 就是然而有很多人跟我讲 说哎呀你还是办个秦皇岛的号吧 现在我感觉 基本上没能够起这个事了 所以说北京号秦皇岛号 基本上融为一体了 除了吃饭的难题 当年初到秦皇岛时 有关手机号的一个细节 也让杜华明记忆犹新 杜华明在秦皇岛 一直使用的是自己北京的手机号码 接打电话都是漫游不说 当地人给他打电话自费 还得按照拨打长途来计算 在这种情况下 杜华明发现 不仅自己的电话费居高不下 秦皇岛当地的朋友 一般都用短信和他联系 很少主动给他打电话 而有关手机号的这个小烦恼 在经经济一体化之后 也早已经烟消云散 2014年5月 中关村海电源秦皇岛分园 在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接牌成立 金秦两地在资源空间产业技术 人才等多方面实现有效对接 用实际行动推进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 大岛连续三年给予企业每年200万元的扶持资金 小道为企业员工解决住宿 吃盘等细节问题 秦皇岛开发区拿出实际行动支持 和帮扶这些从北京来的企业 由衷地希望他们的事业 能在秦皇岛生根发芽 枝繁叶茂 医院呢 学校呢 都在想办法解决 包括这个 这个房子呢 包括他们也在 沿线的房子也就修着过来 我发现我们有什么 或者说有什么不满 有什么就是不好的 我们可以在热报里面去写 写明明以后科技主流会能帮我们解决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是一个顺势渐进的推进的过程 最后现在就是热得热好 热得热好 但是现在总的来说 你说和北京这种大都市来说 那可能还差了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边至少 它是一个创业的握头 就是说你有一个可以生长的 这么一个环境 打造的这么一个环境 除了秦皇岛开发区的大力支持 不断加快的金经济一体化进程 也让杜华明看到了企业发展的新希望 公司今年在秦皇岛以外的金经济地区 分别拿下好几百万的项目订单 目前杜华明所在的中科百节公司 已经步入正规 预计今年将实现千万元级规模的经营收入 公司也在酝酿一个新三板上市的计划 伴随着事业的发展 杜华明和许多同事也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上秦皇岛这座城市 在金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医疗资源将从北京向秦皇岛等周边地区迁移 这一系列举措让杜华明和他的同事迟了运行 人家动车的话 其实那个时候动车更少了 但现在的动车越来越多了 这个也是在改观了 然后你像秦皇岛这边现在已经开始修机场了 都好多 就是说明显的一个 给我一个明显的概念 就是说在金经济一体化之前 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做产业 我们可能会进程过方面都很慢 但是如果就是说如果就是现在这个 金经济一体化以后 我觉得好多事情 就是你明显的就能感觉 它这个变化的速度会很快 比以往快很多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视野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吹泡w到chinage.com 我是剑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